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星火树,我是小妙 我是小布点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一家非常有名 跟我们期待已久的日式餐厅 Supay 这一间饭就叫Supay 它是一个日本日式餐厅 算是比较范围的 然后它在位于Bukit Bintang 是繁华市中心的街道旁边 这个是酒店吗? 应该是办公室的吗? 反正你们上Waystar Supe 飞去Cherion 它就会带你来这里 那我们今天就是想要进去尝尝它的日式料理 所以我们Let's go! 我们终于来到了这间素食馆了 期待已久的素食馆 期待已久的素食馆 这个在我历史里面很久了 只是因为它一直在KL嘛 所以就没有特别过来 待会差一点点成统 他们就选这间素食馆了 幸好 结果他们到最后选Zen 这边也是日本素食馆 对 准备好素食了吗? 你带这个出来吗? 有花 哇好像什么都想吃 唱出唇 我们吃完了开牌的那个美食 对 所以我们一样一样来讲 你最喜欢的是吃哪一道 我最喜欢吃起司蛋糕 起司蛋糕 它的两道起司蛋糕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因为它的皮很满碎 就是它的底层的那个 然后它酸酸酸度又刚好 然后又有一点甜的感觉 然后吃到后面有Apple Sider的味道 它的层次感到很深 对对对 就是那个Lemon的Cheesecake 是它这里的signature 然后我们结果就买了一盒回家 超大盒的 然后就回去慢慢试一下这样子 那基本上刚才我们有问一下它的饮料 还蛮神奇的 它是用Chestnut 然后Apple Sider Lemon Gin Ted Sugar Soin L 对 它有一个Legan Cream 对 所以它是全素的 无蛋奶的蛋糕 所以我觉得它很好吃的 来到这里的话就一定要值得推荐 那至于美食的话呢 刚才我们有点了两道sushi 一个Mango Sushi 一个Full Plate的Sushi 然后那个Mango Sushi的话呢 我觉得它的sushi的材料是蛮新鲜的 芒果吃起来还蛮甜的 对对对 可是当中这样多sushi 那个sushi blender 总共有二十 二十粒 就是有一二三 大概有四五种 印象最深刻是哪里 印象最深刻的啊 我还是觉得是Mango 芒果 嗯 就是standard啦 嗯对 然后过后我们有叫两个面 一个是Supi Ramen 嗯对 就是他们这边的招牌Ramen 然后它那个是有辣度的 就是它会要你一到五辣 就是你要多少辣 对 然后它一开始跟我们讲 很辣很辣很辣 然后我们就选一号辣哦 一号辣的话是 对我来讲是感到很好 是我吃得尽可是还有一点刺激的感觉 可是对我来讲是完全不辣的 然后我觉得如果是以我的程度 应该是可以叫三到四的那个辣度啦 所以喜欢吃辣的朋友记得点辣一点 不要相信它的很辣啦 哈哈哈哈 一讲形容给我感觉到好像有点辣的感觉 所以我们不是很敢点 所以我们才点一号点 不是原本我们点三号 然后它就看着我们你确定嘛 啊很辣 很辣 所以我们就很犹豫了一下 然后我们就点了一个一号的 对 就来到是完全不辣 对 对 我觉得如果是你们爱吃辣的朋友 可以点四号五号 如果是跟我一样不舍能吃辣 可是又想要有一点点辛辣的感觉 就可以吃了三号 嗯 然后接下来就是它的卡布纳达 它卡布纳达其实那个味道 然后我吃过我忘记是在sushi kitchen 或是在bill radio 或者是它是 sesame的 它不是我们一般吃到卡布纳达的味道 它是 sesame的 sesame 然后 mushroom soup的那种概念 它有一点点 gravy 它没有到来很干的那一种 然后平时我们吃卡布纳达的 它会比较干的 texture 嗯 但是它是不腻的 它就是吃到完都是不腻的 挺好吃的 嗯 可是它跟我们既定概念的卡布纳达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对 它那个叫做snow snow white snow white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有点小吃 很多小吃 我们点sup 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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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的味道之外 然后它还有一个清香味 再到它叠合那个酱汁之后 它的那个味道的层次感就会更体现出来 然后再次说它的食材的确是很新鲜 所以就算是它的Cacombo也是脆口的Cacombo 然后我们还有点Badges 然后还有一个是W啊 阿拉贝之类的 这两个呢就来到的时候有点惊讶 其实因为它的分量看起来比较小 因为它的照片跟它的食物呈现出来是有不一样的 好像那个Snow Carbona 然后它的照片没有多好多的 可是一来的时候是很满的照 对对 然后小次来讲可能会比较小分 对 它的照片还多一点很大 对对 比较瘦一点 我们四个人吃Badges 它的分量就可能一到两个人分的Badges 那个size分 因为我们叫多 那叫多吃起来我们四个人我会觉得刚刚好 所以如果是我们应该大吃的 在这边可能就会不够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 Dragon Fruit 叫素 对对对 它有两个叫素我们叫 然后一个是Dragon Fruit的叫素 就是红 也不能算红酒吧 就是红 Dragon Fruit的叫素的味道 对 对 它就是 有点跟Peter讲的 嗯 差不多 对 嗯 对 所以 所以 在这里的氛围跟这里的感觉 浪漫的 对 嗯 所以如果是想要 嗯 情侣过来吃啊 或者是一家人 想要有 享受一点点Badges的感觉 我觉得 这里有达到耶 嗯 环境Rice 还有 它的Portion Rice 然后是觉得 的确是有 稍微有一点Badges的感觉 嗯 然后每一样东西它食材很新鲜 然后稍微有一点精湿 对 Obo肉来讲 我们都觉得好吃 嗯 嗯 所以也是非常推荐大家 嗯 不来这里吃 可是 叫钱吧 是Finder的感觉 中高 中善的感觉 中善 好 今天的影片遇到这里的 喜欢朋友 别忘了按赞订阅还有分享 我们下一期节 拜拜 下集见 i du i du 下集见 之后 请不吝点赞订 下集赞订